那作为中国领先的一个社交平台 我们承诺将秉承纳斯达克 对于公司治理和透明度的高要求 作为一家技术型企业 那么我们也建立了一个 赢得1.8亿用户信赖的品牌 我们也决心未来继续以这样的精神 为我们的投资人创造价值 2014年12月11日 中国社交应用公司默默正式登陆 纳斯达克交易所IPO上市 发行价格13.5美元每股 去发行区间的中间值 开盘价14.25美元 较发行价上涨5.6% 当日收于17.02美元 涨幅超过26% 公司创始人兼CEO唐延 在上市当日接受腾讯专访 对上市前网易丁磊的突然发难 公司海外战略部署 以及微博微信的竞争关系等问题 一一作大 高管啊 性格也比较合得来啊 大家价值观也比较相类似啊 对啊 所以这些都是运气 那上市之前这个网易突然发难 不算是一个艰难的时刻吗 对你来说 这个肯定是个很小的一个事情 对 一两天都过去了 我写得写 对 可能刚开始的时候 看到的时候 还是觉得有些气愤的 对 但是很快吧 可能大概就是个半天的功夫 就过去了 所以这个声明出来 是出乎你的意料的吗 不太出乎我意料 对 之前有过 可能有过一些准备吧 对 但是没有想到它会 比如挑的这个时间点啊 或者这个方式啊 排的比较 对 就不说那些东西 今天本来对于我们公司来说 是个好日子 那今天可能会对网易说点什么呢 就是有一个相当于一个回应吗 对 我不会对这家公司说什么 对 这家公司其实没有什么问题 我也在那工作了很多年 对 但是可能是对 还是对丁磊说的吧 对 就是说谢谢你送的礼物 礼物打引号吗 打 当人打 对 但是回去再说吧 但是今天是一个这种 这种我们公司的 不太愿意太多说这些 好的 那默默我想以后 也会想要这个体量 就是变成一家体量更大的公司 可能以后也会变成网易 变成腾讯这样的公司 如果默默的员工 以后去创业的话 你会担心吗 现在会开始未雨绸缪吗 不担心啊 对 我们对 甚至我们还是 尽量多的让他们有时候 是能够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 去考虑问题 对 甚至包括我们的合伙人 因为比如说这次Rosio 更多的是我跟CFO的这个活动 那么这次他们刚好 其实有些人前天就到了 对 我也希望让他们参加一下 对 他们说 这个会议有什么好参加 这Rosio很无聊的 我说万一你以后创业了 做的公司要IPO了 你不就有经验了吗 对 所以我在这块 还是比较开放的态度 现在在中国还有很多 努力的年轻人 然后也有很多 准备上市的年轻人 对他们有什么建议 对 对上市的人来说 这个Good luck 对对这个创业的年轻人来说的话 就是创业整体来说 是一个概率非常低的事情 这个你是必须要承认的 对 所以我很佩服 这些创业的人 这些创业的勇气 对 但是因为客观的事实在这里 对 所以大家心态好一点 对 心态好一点 其实就会让整个创业的过程 变得各方面都美好一点 你们未来变现主要的 核心产品方向是什么 我们还是希望做一个 多元化的变现手段的东西 对 所以短期来看 可能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会员 这一块 可能在短期来看 还是占的收入比重会比较大 是想要提价 还是说增加用户 不会提价 然后另外就是像这个游戏 像这个移动营销 这一块的收入 我觉得增长会非常的迅速 对 不会有一个 哪一块的收入 占到一个压倒性的 一个资助性的一个情况的话 我觉得我不太希望 我们这个平台上 有出现这样的情况 好 下面一个关键词 就是阿里入股 阿里入股了 而且超过了20% 这个对于默默未来 发展方向有多大的影响 是不是说默默以后 变成一个电商 大家以后约小伙伴的时候 还要先买个淘宝的产品 肯定不是这样子的 对 其实没有什么那个 就是如果我们比如说 有时候在变现的时候 涉及到一些电商 涉及到一些支付 涉及到一些阿里巴巴的 所管的运营业务的时候 我们能够取得一个 更好的一个合作 对啊 有一些具体的产品已经在开始推行了吗 对 我们明年就可以有一些嘛 对啊 比如说有一些这种广告啊 对啊 有一些这种支付方面的东西啊 对啊 有一些商品方面的这种合作啊 就可以开始合作了啊 对啊 但是 就阿里巴巴即便不是我们的股东 我们也会找他的 所以更多的是合作的关系 你不觉得是阿里巴巴 把你们变成他的阿里帝国的一颗棋子 不会 对 肯定是就合作嘛 就是商业上的合作伙伴嘛 然后他又是我们的股东嘛 所以可以使得这种合作更加的密切 和更加的紧密嘛 然后下面一个就是关于这个 刚才其实我们聊到了 就是约炮神器 你可能想要摘到这个帽子 但是的确中国的所谓进网的运动 然后也是会对这个默默的战略方向 是有一定程度的影响的 就这方面的风险 你是怎么来考虑的呢 对 进网的 这个他想要做的事情 跟我们公司本来就想要做的事情 其实是高度吻合的 对 我并不认为是 我们是因为进网了才这样 或者是说我们怎么样去迎合一些东西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对 我刚才跟您说过 所以我们如果要做一个开放式社交平台的话 开放式社交平台的话 本身这个社交生态的健康程度 对于我们未来到底能做多大 是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影响的 之前很多公司都失败了 其实我觉得非常多的核心 是因为这个社区生态失控了 对 因为我们不像微差 或者不像那些私密性的社交平台 你把门一关 无所谓的 对 外边再怎么轰轰烙烙跟你没关系 我们整个就是处于在这个社会中间的 对 所以外边如果说外环境的不OK的话 肯定会影响到我们的用户 不管你怎么关门都关不了 对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的话 本来它就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但是你怕不怕牺牲掉一些 其实以前很忠实的老客户 而这部分可能是你变现非常核心的一部分用户 我老实说我是非常不担心这一块的 对 其实我们这个工作已经做过了 我们在Q3的话 在7月份我们上线的新机系统 对 那可能会有非常小的一部分用户 对这个事情是比较抵触的 但是整体而言的话 我觉得肯定 而且从长远来看的话 肯定它的好处收益会远远大过于 我们付出的这些成本 刚才你也提到了 其实微博有点像社交里面的一个大广场 所有人都能在里面说话 微信就是大家关起门来说 那么默默在中间 你是一个怎么定位它的呢 你是冲到广场上面去 跟微博抢 我们的这方面其实是跟微信比较类似一点 对 但可能我们的这个传递的会更小 来说一下这个国际战略吧 在北美已经开公司了 而且听说是您的夫人去作为主管 对 她暂时在哪里 对 那么对于北美的这个整个拓展 是一个什么思路 有什么时间表可以跟大家分享吗 现在产品还在这个开发过程当中 对 大概可能会在明年的年初吧 对 看是不是能够把产品推出来 那其实很快 不就一两个月呢 对 但是它会是默默的一个变体 还是说是一个崭新的一个东西 它是个全新的产品 对 可能有些相似之处 但确实是两款东西 对 而且数据也不打通 名字也叫得不一样 对 我们就是希望 对 其实做一款适合美国人的一款产品 默默在北美会有一些收购这样的行为吗 暂时我们还没有这种符合我们这个意向的一个标题 但是有在看 嗯 还好吧 应该也没有过多的一些接触 OK 那么你之前是被评为 这个福布斯评为四十位 四十岁以下的经营人士 你现在离四十岁还有几年的时间 到了四十岁之后 你觉得你最大的梦想是什么 就挺没有 对 我认为挺没心没心 也没什么梦想 对 就开心点 对吧 那我们说点短期的吧 IPO之后下一个能够嘚瑟的时间点是什么 IPO之后 我还希望早点把我们的这个MU做到一意吧 对啊 这个还是 对啊 因为注册用户手机上我们是完全不看重的 对 因为对于社交平台而言的话 MU才能更加真实地对应你的真实存在用户 对 先把它做到一意再说吧 还早着呢 大概有多久 四十岁的时候呢 不用 对 我希望明年 在明年晚一点的时候就能做到它 好的 最后对微信想说点什么 对 这个非常好的产品 对 继续加油 是真的 要小心磨磨吗 不用吧 我们其实做的不太是一样的东西 对 我不觉得这个方面 本质上有什么根本的竞争 我其实真的不太认为 对 而且我觉得微信的这个产品 你制作做的还是非常不错 对 有可能合作吗 当然 对 对 我们这边的心态 肯定是完全开放的 对 而且我也很兴起地发现 腾讯其实心态也好 合作的方式也好 也是越来越趋向于合作的 对 就开放